-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我們這集和大家看香港的新聞。 香港總商會訪問團,原來今個月曾到訪北京,獲得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接見, 在24日舉行記者會,總結這次行程,商會主席提到內地官員保證一國兩制原則會維持不變,商界對投資前景覺得很樂觀。 他認為早前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在亞太驚合組織峰會上會面, 雙方有意識穩定中美關係發展和友好合作,相信中美關係有望穩定下來。 而他們的代表亦說到,習拜會有助提升商界對香港前景的信心,希望香港經濟在中美關係改善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受惠。 他引述夏寶龍的說法:「國家體重的,不是香港的經濟總量,而是香港在金融專業領域發揮作用。」 他提到夏寶龍對香港未來發展充滿信心,一國兩制的優勢下會繼續得到香港廣大企業和商界支持, 亦都加大外國企業流港發展的信心,他重新拿外國企業和投資者,無需擔心香港營商環境。」 這就是他們總商會上完北京見官所得回來的資訊, 我無緣無故提到一國兩制,其實一國兩制這件事之前官已經說過,說五十年不變之後都會繼續續下去的。 這就是之前新聞或官所說出來的一個資訊,但其實如果一國兩制,你是要它突然之間變成一國一制是沒有可能的。 按照現在這樣看,其實比較上次是港澳繼續保持一國兩制,然後港澳要融入大灣區, 這樣就可以將港澳的優勢輻射到大灣區,而港澳亦都留了兩個窗口給大陸。 因為如果好像之前很多人在傳說港澳要變成一國一制, 我們分析個可能性,如果是變成一國一制的話,首先港幣怎麼辦? 是不是要跟美元出歐,然後跟人民幣掛歐呢? 但是人民幣在國際上的使用率是沒有這一個美元那麼高的。 還有一點,香港、澳門,不要說澳門,澳門得賭場,沒什麼好說。 我講香港,如果是香港變成一國一制的話,那金融市場怎樣搞呢? 其實香港的金融市場對大陸來說都很重要,因為某程度上是幫助大陸拿外匯。 你想一下,他大陸的公司過來香港做完IPO,錢搬回大陸,這些全部外匯來的。 除了這一點之外,以澳門來說,如果一國一制的話,賭場六大博企即時要倒閉。 為什麼?因為大陸是禁賭的。禁賭的情況下又一國一制統一全部人的身份證, 任得你自由出入關,其實賭場仗有沒有存在的必要呢? 你個個都可以拿很多錢過來澳門輸啦。 而且你沒有關口這樣湧入來的人數有幾多幾恐怖,你自己都會想像啦。 還有一點,這樣輸法,其實澳門的賭場有不少是外資來的。 等於是送錢給外國,有沒有可能呢? 所以如果是要一國一制的話,澳門的賭場全部倒閉啦。 那我講回啦,其實一國兩制,我自己覺得應該都是會繼續走的啦。 就好像剛才這樣講啦,會是比較常用大灣區去大家做一個大融合。 所以你見到其實現在是有很多的政策出到來,就是要谷大灣區。 其實大灣區九個市,真真正正,旺那幾個市就是廣州、深圳、中山、佛山、珠海這些。 你講其他的,好像什麼惠州啊,那類其實也未必那麼重要的。 只不過就叫做一個大灣區,然後利用你港澳的消費力。 現在,我自己覺得在文化上、消費上,某程度上是成功了的。 始終啦,三年疫情下來啦,那叫做無得互通啦。 那你大陸和香港、澳門,你某程度上和當時可以隨你出入,那三年是叫做停了。 而這三年呢,大陸有很多東西,水準是提升了的。 變成現在是有一種新鮮感,變成香港人啦,有很多北上消費啦。 甚至乎,說你一放假,不北上消費,你就是蠢,你就是笨。 那這一種情況是這樣持續下去的話,其實就變成一個文化上,大家融合得更加之厲害。 那所以與其是取消一個兩制,可能他們現在計的那條數呢,就是, 我不如文化上、我消費上、經濟上和你做一個深度融合啦。 那我一個兩制亦都無必要取消。 因爲取消的話是牽一發動全新,澳門最多就是六大博企而已。 六大博企那個錢,其實對大陸來講是九元一毛來的而已。 澳門最麻煩就是洗黑錢,其他都無的啦。 但香港不同,香港是一個金融中心,如果真真正正要這樣變的話, 你的房子怎麽搞呢?那個產值很高的咯,資產總值。 那另外你金融市場呢?金融市場全部要轉了計價,有沒有可能啊? 那還有咯,如果是公佈了要去脫鉤或者是行一國一制, 到時怎樣都會有個時間表公佈的。 那這個時間表公佈之前的緩衝期,會發生一些好恐怖的事啊。 是什麽恐怖的事啊?就是會有一個很龐大的走資潮。 這一個這樣的走資潮,香港頂不頂得順啊? 那些外資企業在你脫鉤或者是行一國一制之前, 全部錢走完都拿你命啦。 只是疫情這幾年,轉過去新加坡的家族企業, 的公司,的外資,對香港來說已經有一個很大的損傷的啦。 這些公司走了之後,不是那麽容易會翻轉頭的。 所以現在香港呢,是想想盡辦法, 穩住這些外資企業在香港。 因爲你如果全部都是大陸公司過來做IPO, 大陸公司過來香港那裏做總部,是沒錯。 某程度上你是叫可以救一救個市頂一頂, 但是長遠下來是不行的嘛。 那國際金融中心一定是要有多些的外資國際企業才行的。 如果不是你全部,大部分都是大陸公司過來, 那麽不是叫國際金融中心啦。 是叫中國金融中心啦。 其實有好多人呢,就擔心這個一國兩制, 是50年之後呢,就要行一國一制啦。 但是照現在這麽看, 理論上,應該好大機會這一個一國兩制都是延續下去的。 那麽始終,大陸是需要一兩個窗口去對外的。 那麽因爲你亦都是要跟美國做一個中美競爭啦, 打貿易戰啦。 那麽雖然説制裁咧, 那麽怎麽都叫有一兩個窗口, 漏下風入來,可以透下氣嘛。 而且中美競爭這件事呢, 是不會有任何改變的。 未來只會是越來越激烈。 那今集呢,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麽想說呢? 下邊留言啦。 那麽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